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里有救一片海燕 基本上都吹过了 保障应该没在这儿了 我演东京和北伟这两个男生的爸爸 他就称自己是严思琪的后代 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 严思琪就是海盗 然后带着两个儿子 然后在海里寻宝 为了要证明过去严思琪那段历史 我跟你说过 我们家的保障不是要带到金银材簿 只是要为了证明这段历史更是纯材簿 这样就够了 东京这个角色是 比较内向 比较和平 比较不喜欢暴力 比较不喜欢暴力 你打架是怎样啊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喜欢大自然的一个角色 然后也是 比较属于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一个人 严卑尾好像是比较属于 跟大家都可以很好 然后很亲切很有热忱去帮助每一个人 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其实他们两个还蛮投入的 还蛮enjoy这一次的拍摄吧 他们兄弟有一场戏 其实台词还蛮多的 这一场我蛮替他们担心的 所以赶快帮他们抓到重点 那后来我就有跟他们讲说 这场戏的重点在哪里 还有 其实戏剧空白很重要 你要懂得去掌握那个空白 因为空白是戏剧节奏的一部分 所以彭峰哥那时候其实 也没有教我们什么表演 就是说 好 你现在讲这些话 OK 没问题 那你现在心里在想这些事情 你是真的有在想事情吗 可以知道他心里在真正想什么 其实听到这些东西就是会有帮助 你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保持这样 因为阴阳顿促点都会出来 辛苦彭峰哥教导 勉强及格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直 重复RE一百多次 然后今天彭峰哥再给我们加持一下 好 赛 超赛 塞准我的时候 我有一点赚在等 因为真的不需要塞准 不需要塞准 然后 更困难的是 要给船庭靠岸 我想说 啊 死了 赚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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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parking的好事 反而不知道parking的好事 最痛苦的应该就是 我 嗯 我打 我在 郊岩上 從海邊那邊揍他一拳那一場戲 那場戲真的對我來說 真的是超級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那場我是要被他扁 我要被他尻一拳 我被他打到我其實是會摔倒 那我每一下其實我都是真的是摔的 我都是真的摔的 對然後我記得我隔天這個大腿這個地方 還有歐齊這樣子 然後我那一段孩子覺得蠻長蠻大的 他每次講閻東雞我都會可能會搞錯 這裡我要講哪一句 這裡我要講哪一句 然後那一場也是NG很多遍 海東萬人你要下去喔 再上來 下去再上來 三次就好了 沒有靠近海那種感覺就是生疏了 就是下去然後走在那個 那個 椒岩上啊 那個 充滿那個 很利的那個貝殼 那個 那種 它很會有點 淡淡的那種 而且下水之後 一下子就 感覺跟那個海水就 就那個 就那個生疏感就很快就 退掉了 那個台詞有一句話就是說 潛水的時候啊 會要有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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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來喔 你娘娘娘就要到庭了 所以呢 兩個人要有默契 就是好像親兄弟這樣子的默契 就是同心協力的 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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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關係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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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